洛杉矶华人自信网 2月8号记者周牧云独家报道 拿到绿卡之后 很多新移民都会有点担心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领取了这政府的福利 包括像MedCare医疗白卡 CareFresh粮食券等等 会不会影响我之后的入籍呢 入籍的时候又是否会被要求 将之前领取过的福利都偿还给政府呢 对此南加州移民律师孟小杰表示 持绿卡申请政府福利 完全不会影响入籍 民众不用有任何担心 来自罗兰港的华人移民律师凯利表示 她已经移民美国8年了 是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美国生活工作的这些年里 她在持有绿卡的同时 也确实申请了不少政府的福利 像孩子的免费武器单 或者是CalFresh的粮食券 医疗白卡等等 他们家都有在享用 现在凯利马上就要到入籍的阶段了 但是她听说啊 之前领取福利可能会影响入籍 因此忧心忡忡 对此呢 孟小杰律师称 这样的担心她完全是多余的 申请过政府的福利 完全不会影响绿卡者将来的入籍 政府福利在移民法中 被称为叫做公共负担 包括CalWorks 现金援助 社会安全金援助 Medcare白卡 CalFresh粮食券 公共住房 住房补贴券等等 都包括在内 那么公共负担 用于确定申请绿卡 或者是申请签证的人 是否将来可能会依赖到公共福利 如果美国政府认定申请人 很有可能会成为公共负担的话 那么政府是可以拒绝他们的绿卡 或者是签证申请 因此公共负担只会影响到申请绿卡的民众 或者是申请美国签证的民众 对于已经持有绿卡 准备申请入籍的人 他则是完全不受影响 同时孟小杰律师强调 还有一些公共福利 并不被归为是公共负担的考量范围之内 包括像儿童和孕妇的医疗白卡 学校的营养计划 妇女婴儿以及儿童的特别营养补充计划 子女的税收优惠等等 孟小杰律师强调 政府对于绿卡申请者 领取政府福利的审查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公共负担审查 不适用于难民或者是庇护者 另外移民局已经宣布 当移民在寻求新冠检测 治疗还有预防的时候 这一费用也不会被列入到公共负担进行考虑 零星时间2月9号